公共政策也一樣 而且公共政策是有歷史路徑的 行走的東西是不能回頭 而且它的路徑本身是內造邏輯的 我們今天講的功能組別 很多人都會說 功能組別在八十年代生出來的時候 是想過渡而已 作為一個邁向普選過渡的安排 你看看文獻是這樣的 他沒有想著長期的 但是去到他 走了十年、二十年、二十五年的時候 就長期化了 他有他的利益 或者有所謂的合理期望 在法律上 我一直做很多事情 你不去阻止我 我又有期望於延續下去 香港以前在很多山邊 有木屋無牌的非法的建築物 以前叫做Illegal Structures 它建了一段時間之後 你要拆它就很難了 為什麼呢 建的那個是犯法 但是犯法那個已經賣了 轉了手給另一個 那個是給錢買的非學建築物 你要測它 行不行啊 我花了錢下去 所以以前政府是怎樣呢 就是說 好了 他做一些寮屋登記 1982年又做過 登記在門口畫了號碼 如果登記登記了就承認了 之後那些就非法了 他是要這樣去容忍一些東西 所以政策也是這樣 所以你不是一個政策 可以由零開始的 所以很多包袱的 換句話說 你要改變一些現有政策 無論有沒有問題也好 你想改變政策 一定是觸動一些既有的利益 我們不是在這裡對錯的問題 就是觸動利益 那你就要擺平一些利益 你不可以單憑有個目標去做 但是就不等於 由於是這樣的時候 社會沒有前進 社會一定有前進的 不過前進可能不是一步 可能是幾步的 獲得 Nation 又 Journey 慢慢期待